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可以叫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六祖谈一 第二品波瑞品谈到了第181页 这里谈到自若 181、179页 社内自有道各部相防恼 离道别秘道 终生不见道 这个社内就是一切众生 各自有自己的自信 没有人都有他们的决性 道就是土地 早期在经典上的翻例 尤其在魏晋南北朝的翻例 他们当时没有所谓的翻例成土地 直接把土地翻成土地 他就直接翻成道 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多 谈到道的经文 他本身就在谈佛体 这里谈到社内就是一切众生各自有决心 每个人都各自有决心 那么各不相防害 你有你的决心 我有的决心是不相防害的 灯光 不管灯光怎么亮 各不不会防害 光光相射 光光相亡 各不防害的 各不防害的 那在这方面在修行上尤其像 在修行上道业有所成的 基本上 这个一切众生看到他都会起欢喜心 不会起欢好心 一个人的修行成就与否同个人可以检验的 有时候我们走过的鸟群 我们一走过去就要回到鸟群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单身是会断的 他只有一种感觉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觉 你看有些人 面对面一见面 感觉不错 有些人一看来 你更重要看来就不顺眼 过去就不知道在买的 有种的忏怒心 所以有些修行有成者 他在这方面 有一些众生 他都会喜欢喜心 像广青老上 他早期在清源山在修行的时候 他在清源山修行 他本来占据了这个山洞 他占据了这个老虎的山洞 结果下午的时候这个老虎回来了 这老虎回来本来很生气 老虎一张恐怕就是要伤害人 在广青老上就合格赶 就是我是个修行人 你就让我带着好好地休息 我有成就随着修化 你看 这个老虎就被广青老上 这个慈悲的眼光 眼神给射住了 老虎就退下了 后来他的适者就是谁 老虎 在唐朝也有一位禅师 叫做善绝禅师 善绝禅师 这个名声很大 而且修行道院也有所成就 名气很大 但是那时候在唐朝的官吏 有这个官查室 好比我们现在的监察员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官员 那就去寻法 然后听到人家介绍这个善绝禅师 这个修行有成 而且禅定功夫也很好 他就想去拜托他 他就往圣山里面去找 找到了这个善绝禅师 但是他到这个寺庙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善绝禅师 就会产生很孤立兵的一个人 这没有什么事 那这个官查室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名气这么大 修行有成的老儿上 基本上应该徒众满天下 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老人家 他觉得很纳漫 就问了这个老师父 这个老禅师 师父啊 你名气这么大 修行有成就 怎么整个世面这么大 就只有你一个人住啊 你有没有适者啊 这个禅师就认为我有适者 而且很多适者 那怎么只看到那个人啊 他说禅师就问了 你想跟他们认识吗 他说想啊 好那你请坐一下 他就大声的回头 大空 大空就出来了 小空 小空也出来了 结果一只大只老虎和一只小只老虎都出来了 然后就到这个师父的前面就跪下来 观察时 他踢到屁股床 师父你怎么把老虎给嫁来了 这就是我的适者 结果这个老虎一来 警察的这一些众生 众生就被他复兰了 师父你的师庙里面 动物园啦 这些人都以归一 你在学伙着 是过去因为这个某个因缘不具足而堕入出生道 他现在呢 他现在呢 都毁严 那从这个公案里面是让我们两个本事不互相妨碍的 你不去伤害他 他基本上不会伤害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有些这个 这个这个众生啊 畜生啊 碰碰我们可以离开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解决我们自己 这个贪心会断 称心会断 他是一种感受 会伤害的 你看啊 我们自己有带两种宠物的 你看自己的宠物只会听主人的话 他并不会听别人的 因为他们已经培养一个默契 但是他跟不相似的 他可能就会有什么 有防卫 会有敌 人与人之间也是的 我自己轻松就知道 我突然间要跟你借钱 你不会是大菩萨 不然就说 我自己又知道 我为什么要借你钱 何以故 若是以超越者 或许他是一位大蚕丝 他或许是用这个角度来测试 我们哪里来解冻 我们的未知 我们不一定知道 就像 你们待会会提到的 达摩祖师碰到了两母帝 他本来第一个来到我们的大陆 来到中国 要渡化的是两母帝 两母帝名气很大 广修一切的福德姻缘 本来这个根基应该不错 什么渡化他结果他知道 这么执着就离开了 测试不过 测试不过 后来就到松山造人寺了 所以他这里谈到的 社略自有道是每一个人都有决心 包括 包括一切众生 他本来是决心的 你对他是善意的 或者敌人 基本上我们都会知道的 那我们也会解冻 像 像有些人说 师父我们去看看 早期很多法师去脱坡 大家都会很发心的姑娘 布施都会的 但是有些人就假借了法师 到那里 到处了什么样 这个欺骗嘛 罩了状态 就有人觉得好像被欺负的感觉 后来看到很多法师 他们第一个会问他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是假的 他的布施心自然就退了 后来 法师 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法师 在连接 偷坡起始的 这个他的时代也过了 现在的法师 现在的寺庙 绝大部分是什么 法人是什么 过去接受人家对他的供应 不是现在法人是什么 他付出 走入社会的慈善工作 走入社会慈善工作 明天要到这个厦门 这个南普陀 刚才要发表了 就是有关于这个慈善的 这个慈善事业 然后他有好几个主题 包括教育 包括慈善 我想说这次 我觉得比较特色的想来发表这个 关于慈善事业 那就是从这个历史的根源 早期法师生活很苦 寺庙没有寺庙没得住 仰赖的信徒 信徒给他的贡养 布施 然后庙盖 现在很多寺庙大会都有激进 会有慈善 包括像我们的慈祭 现在反而是什么 走入人群 过去接受人家的布施 取之于时候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要回馈以死 死后到了 死后是到了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可以去深入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是两岸交流 你就给他一个 互相互相成长 那我觉得修行也是一样 每个人都各有决心 互互相妨碍 互互相妨碍 好 所以呢 敌道别秘道 你离开自己的决心 向外找决心 是找不到的 决心每个人都有 你不能向外去找 放去去 所以终生不见到 你离开自己 我常常说你驾驾驾驾驾 你以后也驾驾驾驾驾 因为就你自己找的 像有时候我们 自己在找东西放在自己 口袋还在外面找 怎么找也找得到 啊 难道怎样 突然间往口袋一摸 哎呀 放在六地里 怎么要找一摸 为什么 你这样呢 我们讲的 这个忘记着自己 本质具足的决心 你不断的往外追求 这是天错万错 很多人为什么会 遭受到一些神棍啊 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引导 就是在哪里 心为求法 保持了什么 颠倒之主 不过这一点可以保持得住 很清清楚楚 我们现在是为法而来 那法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决心 那我们决心 没有办法显发的时候 是仰赖于善知识的引导 那善知识的引导 他是一个过来人 有经验者 他只是告诉我们怎么走 比较不会走冤枉路 不会走错路 但是终究路也得自己走 善知识不会代替我们走 他只是告诉我 你就要这样走 还是得自己走出来 所以决心还是在自己 所以要自己找出来 好 那下一段 他说 婆婆度一生 到头还之奥 说欲得见证道 你想要见得 我们的自信菩提道 见证道就是见菩提本性 行政即是道 你的行为 你的知见正确 这个当下就是在种下成就之因 婆婆度一生 我们人一生当中 你看我们一天 每天就是这样 套大去成 菩提神 菩提神 现在也只是换个方法而已 也是这样 牢牢牢牢牢牢牢 空手来 也得空手离开 我们到最后带走的是什么 就只有夜随身 这个道理 普天之下 绝大部分的人都懂 可是真的可以落实的 他们就只有智慧的人才会落实 真的 大家都知道 空手来到世间 也得空手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来到 出粮胎的时候 哪一个是握有金银财宝来的 哪一个是握有这个 都是荣华富贵而来的 都是空手来的 那或许福报大 出生在比较富贵人家 有些福报比较少 出生在贫穷人家 但是还是双手空空 离开的时候 依然双手空空 但是轮回受苦就是夜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所以我们扑扑而度一生 到头还之后 真的到最后你想 你最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 一切的一切 没有一个可以带走 我说 我说 我们学活者 不要到最后被逼的 非得放下不可 你们智慧的人 就会先做好准备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不要 不要这个 什么都执着 可能什么都不痛苦 一生当中啊 能够舍 哀舍的人能够舍 但是呢 往往我们都知道要舍 可是不知从何下手 这是我们最 最觉得最困难的 大家都知道 哀舍的快乐 哀舍的主意 哀舍的改造 问题就是 这些事情 不知道会开始哀舍 我想这是我们一生当中 最苦恼的 像我们在念佛打的时候 不是时间的问题 不是做不好的问题 是心没办法静下来的问题 不是坐坐不好 是心减不好 心减不好 赶快啊 放一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要放下 问题是这么多事情 我不是从何开始放下 我们要问自己啊 怎么放下 从哪里来说 每一个人的应用不同 不能每一个人的标准一样 但是要先看自己 你最执着的又是什么 那个可能就是 你再次来灵魂的最大的阻力 真的 你越放不下 就是可能是 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牵引 如果我们不亲 我们就那么亲 怕你是不是来保温 还是来拷责 不知道 因为这世上 你结架好缘 做你的怕力 是来做你的六亲灌食 世界人 什么人都好 六亲灌食最难度 为什么一年一半的最多 他认识你最多 他认识你最好 他认识你最清楚 你过去在他的印象里面 现在是怎么讲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我们今天不管在家出家 你学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回到你的故乡 你回到你过去熟悉的地方 人家一眼就认出你 可能有两个道理 一个人要代表欢喜 人家没有把你忘记 那另外一个人 你要感觉残酷 人家一眼就认出你 为什么 因为你习气还是这么重 味道还是这么浓 一拼就拼出来 你永远都没有变 代表你一二一还这么重 你学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人家看不出了 人家认不出你 原来你就是过去那一位 可是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一样 转变了 转变了 可以转变 你的观念转了 你的肢间转了 你的射身就真的会转 那真的会 兵袖门盖 大自然的雕刻师 会给你挟 回来时好就给你挟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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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挟 我乱挟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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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挟 还没有完成的就是我们的道业 其他的应该都可以放手的时候 所以欲得想要见的正道 我们的福底自信 行正即是道 行正这个正则就是我们知见 你的知见你的行为知见 确立了清楚了 这个就是什么 纵向福底正道 福底正道 所以这个我们知见 揽说不揽说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在参观 常常在跟各位提到的 我们的受处爱 不揽说者为正 揽说者为邪 不揽说就是功德 揽说者就是烦恼 所以行正 这个行的就是我们的造作 这个一切的造作 一切的造作符合于正道 符合于正之见证 这就是决心 我们不怕夜赶来 就怕觉醒也太慢了 所以常常有些人就会问他 敢打赶 谁敢做不会的敢打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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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六主大师在这里提得非常清楚 脱脱的度一身 道头繁着 晚光带不停 所以欲得见证道 行政几世 几十道 所以自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 自若无道心 假如自己这个道心都不坚定的话 就好比夜间走路 既没有夜都没有星星 那走起路来很辛苦 所以若真修道了 不见世间过 你真的是世间 你真的是一个修行人 你不会再看世间的过失了 为什么 世间哪里是圆满的 我着恶是结着 结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水灾火灾 震灾地震 一切的灾难不断 哪里是圆满的 所以若真维修道了 不见世间过 世间的一切 包括一切的杀法 他还是有落的 但是来 若真修道人 做一个好人容易 做一个好人容易 你只要不杀生 不违背世间伦理道德 做一个好人OK 可是做一个好道人能不容易 能了知世间一切善法 这会真修道人 放贪生之类 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可以世间过 最大的世间过都来自于哪里 我见 我的揽着 我的看法 我的认为 好 一样呢 像我们这个 当老板呢 我希望这个请安的员工 认真做事 薪水不要要求太多 当工人 希望这个事情少薪水 多离家境 很难达到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 就是很多不愿望 你需要寻思考 你要一次痛 一次一次 一样 修道者 要跳开这一切的一切 所以 这里呢 但若 武道心 按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所以 这句话其实也刚好发明出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修信人 我们就不用计较是间世 从现在开始 过去以前的过去 就让人随风而飘 随风而飘 不要再流连忘返 不要常常在讲 我以前也安装 以前就都以前了 我们现在要把我给当成 世间过年也不用去跟他 我过去帮助过什么人 他现在成就了 可是他忘了我 那也有很多 你自己帮助人 你就不求回馈 你不要去指责他 他对你怎样 我想他有他的任务 我们今天帮助一个人成功 是希望他去帮助更多人 而不是只在帮助我一个人 那你真的去用他的狭爱 可是我们只认为他 对一切人都好 就是对我不好 就是完全不好 这是非常糟糕的观念 我现在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这就是世间的执着 忘记了 我今天帮助你 他是你成就的 可是你帮助了更多人 但是唯独没有帮助到我 就觉得他 不管做得再怎么好 就是对我不好 我认为他就是错的 这是不应该 那我们反而应该 我们今天是身为一个要说到者 我们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人 是希望让他能够离苦得了 帮助更多人 这才是我们的用意目标 所以 接下来他这句话要谈到 就是 若见他能够 自非也却是错 我们不断只在看别人的过失错误 其实我们的过失错比他还多 就是所谓的自非也却是错 他非我不非 他不对我没有不对 我非也自有过啊 我们看别人的过失 我们本身就有过失了 我们看到别人的过失 我们可以与你为戒 不要怎么样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不是把别人的错误 拿来当家长官 那要怎么样 来说三道四 反而伤害他人 也伤害我们的亲近 不要拿别人的烦恼 来当成自己的痛恨 不要把别人的过失 拿来当成自己的烦恼 我们法人啊 他有这样的错误 他有这样的不适 我们不要再违反 不要按他同样不诚 只要他做的不对 我们不要这样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 不能常常拿来 拿来当话题 或许我们在因缘不同 在讲课上 在鼓励信众上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但是并不是在说三道四 不是在拨弄是非 不是在拨弄是非 但是 就我们自己 这是从自己要求自己上 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的错识 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识 我们的六分就是往外看 所以我们要守护根本 六根门前好修行 但是六根门前也是我们造恶之因 你修得好 六根门前自然就隔离掉了 根本就不会让他进来 你不要让这个结 都射六根 都射六根 不过让一切的烦恼侵入了 这个一侵入到最后 都侵入到我们的一根一念 你不要让他进来 都射六根正观因缘 正确的审慎的 观照因缘你所剩 你让烦恼跑进来 你是不是自己也烦恼受苦 我就隔离掉了 隔离了就好了 这就是这个 都射六根正观因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主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我非自有过 这个六根 确实也很清楚 我们不要 以后 要只注意别人的不是 也要多怎么样 要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 所以 在这个修套上 我们应该要财德兼备 财德兼备 好 那下一段再谈 荡智却非行 大出狠脑 称爱不关心 长生两脚 假如 我们这个修行的人 他这里谈到 但能自己 具非他人之心 不理他人是非好物 别人如是好人 我故说他是好 就是他人不好 我欲说他是好 如是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功夫相扬 心水清净占要不动 就能够打死 非以人的妄念 自己的烦恼 也如烟消云善 破除了 不在内心里面活动了 我们心中是觉醒的 你会不会再关一切 像之前在课堂上讲过的一个公案故事 那个牢上 他的徒弟 他徒弟是住持 有客人来拜访他 他就叫他的师父去泡茶 去供佛 做了一些杂事 那信徒觉得很奇怪 那个老和尚到底是你什么 他说他是我的师父 那怎么徒弟在交代师父做事情 那师父很开心 他只叫我泡茶 他没有叫我去什么 没做到去打罪 他只叫我这个 拿煮饭菜 他并没有叫我做菜 心量一转变 也就是改变 所以他这里在谈到的还是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心念 所以 不管众生的一切善恶 我们心中的知见确立清楚了 不要怎么卷入其中 我们不要变成是非人 若自己卷入是非 是变成是非人 当下罪过 若看见他人的一切是非 我们不要成为是非人 不是很重要 像 像 我们修行者 尽量都不介入 这个所谓的政治的分正 不要介入 所以 政教观理 一直以来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在藏传佛教他们就 这么认为 他们所谓的政教 因为他们所谓的政治领袖 就是他们当然的交界的领袖 但是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的这个看法 是怎么样 是互相的彼此的尊重 是怎么样 同时并尽的 但是我们不要去干涉 会让人家有一些不好的观念 同样的 我们自己在修道上 要打除我们的烦恼 就不要去 时常的去只看别人的过失了 所以他这里的称爱不关心 常生良者很自在的 很自在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当中 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无自信 一切法本来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 空就不染着他 不去计较他 所以一切的人我是非 本来就不可得 一切的人我是非本来不可得 所以修行到这样的地步 不管世间的好坏 承诺 一切都什么 了怪了吧 所以他是什么 这是在修行上 一个突破 一个突破 所以称爱不关心 常生良较 就是所谓的自在的意思 我常常就保持这么自在 这么快乐的一颗心 所以要做一个快乐的修行人 就是不要去看世间的 你要让自己快乐 而让自己快乐之间就是要确立好 之间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这里后来谈到 欲营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我们要教他人自然要有方法 方便就要有方法 自然要有方法 自然要有方法 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不同 不同的众生的根性给予不同的方法 那这里有一个公案 一个例子 这个穆建仁孙子 他以前有两位徒弟 一个是这个 打造这个 哈吉曼 一个是洗衣服 这两个徒弟 那穆建仁孙子呢 为了要帮助这两位徒弟 能够怎么样 能够有所开悟 能够深入 这个修行的 这个根本的 那这样就教他们的方法 他就教这个 帕迪曼 要他修不禁观 这个洗衣服的 要他修这个属习观 结果这两位弟子修了好久 好几年都一直没办法开 一直没办法开 那后来有一天 这个穆建仁孙子碰到了舍利佛 就问舍利佛说 我一样教他们正确的方法 我教他们属习观 我教他们这个不禁观 那舍利佛就问啊 你是怎么教导的啊 他说 我叫这个帕迪曼 修不禁观 我叫这个洗衣服修属习观 舍利佛做的就是说 你教的方法 我没有说可是你用错了 对象 你两个方法对调 就可以帮助他们 成就到面 那舍利佛就跟穆建仁讲 你应该教这个帕迪曼修什么 修属习观 你应该叫这个洗衣服修不禁观 这容易成就了 他说真的吗 这个舍利佛就分析给他 你每天在帕迪曼修 金光散散的 跟他讲不禁 哪有可怜 你每天所接触的都是 金灵财宝啊 哪来的不禁 但是呢 帕迪曼修他怎么样 他要有果果嘛 你叫他属习 他可以怎么样 因为透过属习而证物 这个洗衣服的 每天的衣服都脏兮兮的 你要他修属习观 看的衣服都 脏的要命 恶心的要命 他哪来的属习啊 属不出来啊 他属不出来啊 但是你叫他修不禁观 他可以透过整个的方法 怎么看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 适合修习习惯 也不是每一个人 适合修不禁观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方法 就给你不同的 一个对象 给你不同的方法 一定要弄对 不能够对 那吃不住了 比不吃得太苦了 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懂 他这里 假如你想要帮助他呢 教他呢 你只需要有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在哪 你自己要了解 它是怎样的根性 你才可以各样的方法 所以有些人都在那 哎哟 那有的人说 我那头痛了 什麽什麽什麽 什麽政策 我对着医生很厉害 大家去看都会好 奇怪 有的人去看就是 有什麽 因为他部件上 是他病因啊 不是普遍下接手 不同嘛 不同的这个病状 有不同的方法的 所以这一定要了解 再来呢 他说呢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 佛法本身在世间 不离世间 离世密菩提 我们离世密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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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离世密佛体恰如囚兔讲 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一旦失去了这个人生 失去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想要再回过头来 再来修行 你可以把握哪一世还依然健康吗 如果现在之间没有办法确立清楚 哪一世到底到哪里去 谁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就是 佛法在世界 我们现在要觉悟这个正法 就是在这个世界 世界有好几种 一个是弃世界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也叫世界 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也是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 把握当下 但是不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 不要沉迷在自己的世界 有些人做事情啊 都会什么专门讲先 那种人就是装不出来 我们不能专门讲去 那怎么样 要了解世界的真相 但要了解世界的真相 你就是必须了解世界一切法的 本无自信 本是空 不揽索 所以佛法在世界 确实佛法是在世界 所以事真也特别强调 我有这个人生 人生难得 佛法难得 要先有人生 才能够得到佛 才能够推论佛法 能够推论佛法 能够推论佛法 才能够碰到善知识 能够碰到的善知识 才能够怎么样 正入其道 他们的适序是这样来的 人生难得 我们经理得 佛法难得 没有经理得 迷思难愈 至少我们现在有经理得 没有经理 现在什么 他怎么样的正入不提 但是这个次第不能让 错乱颠倒 最根本的就是 不能再失去而吃 毫无把握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道理 好 再来 政见迷出世 正见 邪见明世间 所以佛法常说的是出世间 什么是世间 什么是出世间 我们有了正见 我们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就已经在离开了这个颠倒的世间了 没有了正确的观念 我们本身就已经迷失在这个 着实的世间 着恶的世间 所以正见 佛法的八正道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正见 没有了正见 后面什么正思维 正经济 正业正命 正残定 这个都是没办法达到了 要先有正见 有了正确的观念 有了正确的思想 有了正确的思想 我们参考的 远离这个颠倒 那正确的思想 能不容易培养的好 共该都共 但是一个正确的思想 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好的观念 好的思想 要多生多结来休息 真的 我们跟我们的习惯都管了 一个人最能管你的就是思想 所以 共产主义 他就是要控制你的思想 不要搞太多 他就最怕活掉的思想 为什么他们对法轮功 对一些宗教的打压 他不是怕你 怎么样 他就 因为他管不到你的思想 他可以管得到你心想 他管不了你的思想 一样 那世尊也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 所以他必须让一切众生有正见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正见 容不容易保持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纵然我们今天也是皈依 也不容易保有正见 正见是在时时刻刻的觉醒 时时刻刻的告诉自己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就是思想 不离一指 不离善之士的引导 所以一个有正知见的人 他不怕做错事 他很清楚 有人今天我们做错的事情 有人在引导我们 我们反而觉得很开心 是这样的 所以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 是我们对世间一切看法的了解 神路 所以正见明世间 邪见就是 正见明初世间 邪见为什么 这个世间 所以邪见尽杂性 菩提性往来 但是修行者是什么 正见邪见 在他的观念里面 在一个修道者是 他超越了正邪 他并没有对立 好 这里来 要了解一个 我们所认为的正见 是来自于邪见的 是因为有一个邪见 才告诉这个叫做正见 但是就佛性的菩提觉性而言 没有邪正的对立 因为他只是做一个该做的事情 做对了 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对了 做正确的 做圆满 所以他是超越了 所以佛性本身没有是非生命 更没有所谓的正邪之分 你世间本能就无懒着的 一切法本无自信 何来的正邪 那这个正邪是为了引导着我们 怎么样 处理这个世间 而方便的指示 法上的阴神何况非法 我们正在做对话 你总不能把船也背着走 该死做什么 他是一个方法 从此岸到彼岸 我们度过了 我们从此岸 从生死的此岸 到达涅槃的彼岸解脱了 我们不能再把船背着走 这个上彼岸就是舍离 这个才是真的在超越的 但是 就初学者 你不能不做船 你必须要有支箭的引路 但是过奥比亚你就死了 所以在一个开悟者 一个修造者 本身没有是非对错是对立 所以他本身在修造他 他不会去搞得你 他不用去搞对立 你不用去搞是非 他清清楚楚 如是因如是非 他就这么做 百切事情做也满了 好 虽然邪正进打却 菩提以信而来 就是这样 虽然 我们不能只是一天到来 再说菩提自信 可是从来不了解 什么叫菩提自信 一样 参参打坐一样 不要每天鼓励人家 要好好打坐 可是从来自己不打坐 鼓励人家好好念佛 可是从来自己不好好念佛 哎哟 念佛最好 菩萨啦 念佛啦 念佛啦 不可以说 阿爸阿母 念佛最好 自己将来念佛 你跟人家鼓励的怎么会有力量 一天说 哎哟 别够了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你要我放下 哪有可怜 因为我都看 你告诉我要放下的人 你自己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你要我放下 可能吗 那个力道不同 所以不如一天到晚 你再说菩提啊 我们反而要怎么样 有些人一天到晚 从暗号打坐 一年就打一次之后 我都说一次了 打坐很好 但是他就只有打过那么多次 他有进步 我们每天要吃饭 我们每天要吃饭 每天要吃饭 每天要睡 每天要睡 我们只要说 晚上要睡 不用啊 他变成一个自然而然 自信 菩提自信 缓难就是这样 每天要做的事情 你特别去强调吗 像我们每天这个四点就一起板 GO 一听到需要人家每天去敲门 找客了 找客了 需要吗 不需要 当阿兵哥也是嘛 这个班长一吹哨子 嗶 这一声你就知道要集合了 早点没了 你再不来 你就要受到应有的处罚 一样的 所以一个修道者 他每天在用功 他不会把这个修行的功能 挂在嘴边 他就只是每天这样做 他就把他该做的 把事情做对了 一一完整 所以修行 不管三十年 不管五十年 不管六十年 六十年如一日 三十年如一日 一百年如一日 每天都是这样做 而不是只有一世人做一次 而不是只有一世人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所以正见明出世 协见明世见 协正进大去 菩提训外来 所以我们每天中日念佛 中日念菩提 他就只有在他全性起修 从菩提之性的起发出来 不需要特别去强调 所以他说的慈送 他这里圆满来说慈送 就是在剥类品里面 在这一段的话 又如大师所讲的这一段 说慈送是顿教 是慈送的这个 是圆满的 圆顿 所以慈送是顿教 也是什么 大法寸 所谓什么叫大法寸 就是一个方法 修行就是要这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准则 所以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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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你这个迷思的人 总是在惊惊一世人 羞羞羞羞一世人 没有真正觉悟 还是怎么样 还得受伸水 了解了就在刹那间 啊 我还是这样 像这个前几天我们有这个学生在做演讲比赛 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呢 他就讲他亲生的例子 因为我们这个 虽然大豐富嘛 南州呢 就大概八位到十位睡一间 到戳签了嘛 这男孩子也打呼的 哇 我们学校有两位男孩子呢 噢 那担水蕾 水蕾声 特别大声 还有两个 噢 就挑甲一间 那刚好呢 有一颗 比赛的 他就刚好也抽到了 跟他们在同一切 他就在这家插完 八个人 八个轰炸机 七八个人 七个轰炸机 刚才一只不打而已 不叫的 今天七个轰炸机 很大声 他说他抽到那一学生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修行 都境界线前 他说一切法皆空 一切无自信 事外 上下睡觉就是睡不着 那个轰炸机特别大声 而且还有节奏感 这边轰炸 这边说 诶 假议官 诶 真的 这个 道道不消妨害 这边说完了 这边狗 这边那些狗 这边那些狗 他说 这银或啥 这边堵 那边堵 那他 让他这个 当时他真的起烦恼 甚至要半休学 那后来他去请问了师长 那师长就跟他说 来这里本身就学我 道理大家都会讲 那就看他怎么去转 我说 他就 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讲他自己的例子 他说 我要去 我要去适应他们 他就把他们的 这个打呼声 把他转成换拜声 他觉得他们住的地方是清净的犯差 一切声音皆为清净的庄严音声 就转成犯差声 他们一呼 他就 把他的锁银锯锁住了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 每一个呼吸声 然后转成念佛的音声 他就这样很好睡 大概几天过后他就适应了 现在反而他们不打呼他睡不着 很习惯 你一个习惯就这样养成了 我 转了 那后来他开始怎么样 开始要转慈悲 我们要去包容他 有些人在打呼 在家里开 怎么会穿不开 他就怀疑他穿不开 有些人会穿不开 他会穿不开 他后来他开始转了 这种种 不然你会只看到他的故事 从没有看到自己 一个人他睡着 他怎么可能会 会自己做的了点 你要想一想 要习惯就自己 我就做祝福 所以有时候 一切的境界 现前的时候 你看你的心愿怎么走 你转得过 你就好 你转得过 你生了就哭 佛法在之间 确实可以在我们收招 可以去体验得到 可以去体验得到 所以这个六祖说 迷思 你当然这个庭经文法 多生多解 但是不开悟还是在迷思 了解的人 就在差那里 所以我们了解这种 要不断持续 一念 一念清静 就一念佛 那我们必须重点在哪 要念念清静 我们一念清静 容易做到 当下之道 啊 好啊 那么放下 自己也知道放下 是很真的 但问题是 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放下 那你肯的 就会被夹起来 放下又要提醒 那当然就哭啊 放下了 就随上去了 你现在怎么办 不然做 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持续 是顿教的 所以六祖大师告诉你 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达到剥裂智慧的方法 达到剥裂智慧的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持续是不得交 这个方法要把它记起来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 很多很多的障碍现前 很多很多的考验 一听到佛法在世间 佛法在世间 我们既要修行 佛法就在世间 你不能逃避的 不能逃避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188在这里 六祖大师又说了 经于大方式说辞 对不对 或者他现在在这个大方式 所讲的这些道理 这个方法 普悦 普悦是非常的希望 非常的希望 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怎么办 原下开悟 明心见心 见心成功 所以你看 六祖大师讲完了这些话 不是在彰显自己 修行的功夫 有多么的深 自己的道行 多么的了不起 不是 说完了这一切 多希望 普悦就是希望 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怎么样 原下开悟 大策大悟 都能够大策大悟 见心成功 所以 在那个时候 为世时 与诸官了 道书 文师所说 无依不行 他都不了解 怎么样 师父的用心 原下开悟 一时作礼 皆烫 善哉好几人 何其敏难 又佛出世 那两不及 敏难 这个未开化的地方 竟然没有这么有修行 成就的人 后来 这是在赞叹 六祖大师们 修行 确实是了不起 那六祖大师他是更期待的 一切众生 都能够明心见性 而要能够明心见性 就是要把这个六祖大师所说过的这些 道一个没有 然后他的记住 这就是一个方法 像我们现在小学的时候 老师不是在我们背九九成八条吗 我们背起来 我们随时都可以运用 随时都可以运用 我们白六祖大师的这个修行方法 牢牢的记在心上 时时刻刻都可以运用在生活上 那其实就有几个道理 就像运光大师讲的 静坐常识几座 先谈不论人归 不要只看别人的故事 也要发现一下自己的故事 而不要把别人的故事拿来的那 说三道四 通通只看到别人的错 从来都没有这些错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 这种不好的习惯 还要马上 比如说 我姊子就没坏 都把人敢闯下的 那慢音队的上就没问题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原来都把人敢闯下的 我本来就没想要去 人家就去去去去去 这后就不好意思 我就去了 我就哭了 一切的故事 刚刚提到 都社六分的正观音源 不是单独一个音领可以成就的 你不跟他相应 最大的又货 他也影响不了你啊 你心中生起了懒酌心 一吃吃的诱惑 他就可以把你勾引走了 就是这样 就是财德之间 我们如何提升了我们的道行 六个大师讲的这些道理 就是这样子 我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修到 那修行最困难的就是六根门前 主持大师们都讲 六根门前好修行 也恰恰六根门前最难下通过 六根门前最难下通过 六根门前为什么最难下通过 有一次世尊带着阿难尊子 还有五百弟子出这个托波 那托波起石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路边有看到这个有人以色列旁景 四根门前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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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难尊子也走过去 阿难尊子回头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也走过去 五百弟子看了一下拿起来 这些是那环境能不能再放下 再继续走过去 同样都是放下 进阶一步一样 就那么不过 四根门前走过去毫不影响 但是他一定 他看到了 不可能我看到 但是他心中一点点的疑惑都没有 看清楚 这不属于我的 我当不然做到 走过去看到了就不觉了 怎样的 可是阿难尊子他会看 诱惑而已 他是马上觉醒过来 那其他五百弟子 哎呀 今天你财宝为什么不拿呢 你看看 四孙说这个是毒死才放下 六根门前 你的功夫 你平常你的实际的功夫 扎不扎 六根门前是可以显现的 今天人家对你的赞叹毁霸 今天人家对你的这个所谓的八峰吹不动 你今天的苦乐 你了解了法的因缘法 你就不会觉得世界不公平 你也不会觉得 但是听懂对阿里 对我们都说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 业干的 谁遭受的苦果 每一个人都有苦果 我们的烦恼障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暴障 烦恼就是我们来去的贪真吃 他认识 他认识 照做了 烦恼是陷阱 来世的业障 暴障还是会有的 所以因果通三思 不是只有今生今世 敬畏来即 所以 六祖大师堂的这个 波列法门 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大智慧 就是 就是 要有证据 透过正确的思想 去超越他 不敢做他 好 这是第二品 那我们也把第二品介绍了 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问题啊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接着继续看到第三品 那第三品这里是在 六祖大师 为了解决 当时尾次使所提问的问题 那也是在为 未来的一切众生 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后来我们到现在 还会有这个疑问 很多人现在还会有这个疑问 那在里面他第一个提到就是 关于梁武帝 梁武帝共夺栽生 建造了这么多的师庙 但是 达摩祖师偏偏就跟他讲 毫无功德 可是我们现在好多人是 来快来快来来做宫殿 我们现在也是这么谈 很多人是 修功德 修福报 但是功德福德不能混淆 正见清楚 当然三巧方便 为了接引众生 或许有它的方便性 但是不能在那混淆 像前几天 有听过一位演讲者 他在演讲出家人 他进来那个题目 电了一个美丽的出家人 他刚好那一天 请我去跟他讲评 我被批了很惨 美丽的出家人 你自己已经怎么 已经本末导致了 你这个美丽的出家人 我们在经典里面 只看到是就赞叹庄严 身心庄严 像好庄严无等 但没有看到像好美丽无等 你何来的美丽 这已经在演讲者 自己本身当下的演讲 心生懒酌 何来的懒酌 傲慢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你根本就没办法与法道 与法相融 以及无法与道相融合的话 您的内容 重来讲的在灵 也是空洞的 像芭蕉一样 芭蕉啊 芭蕉知道吧 外表好看 你还在怕打抗心 所以只有一个方法 你要不要改 要改继续演讲 不改 下台 有这样吗 道理简单 因为你观念初误的思想 导正了 才能够培养正确的 因为你一开始来休息 我现在很休息 我现在什么 出家 我曾经很讶异的一件事情 大概在17年前 有一位妈妈 竟然叫她的儿子去出家 我说我很好奇 哇 菩萨 你好有智慧 能够鼓励她的孩子去世界 都不需要 因为我听说出家去花禁城 才有钱 所以我又去出家 担五年了 就好玩笑 我说 你把出家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你不用做出家 错了 她可以为众生服务 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 不能把她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这好比庄联的出家人 你把她 变成一个美丽的出家人 关键她 关键她 关键是纯有之错 是错的 结果她真的 和儿子去出家了 如果总结果有点好吗 不就是了解 我们不能 道听徒说 但是就从英国的角度上来办 不应该的 她不是发好意 要让她的儿子去成就道爱的广度 一切众生 是说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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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六度波罗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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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个星期的到洞见里面 都可以和我们六祖谈经里面 经典的印象是可以相结合的 所以开诱者讲话的内容是怎么样 真实不虚的 不过金刚经里面讲 和六祖谈经里面说讲是什么 是想违背的 但是恰恰我们现在好多好多 在六祖谈经之后 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这一段话 还是一直被我们现在在讨论 很多人这个福德功德混淆了 混淆了 真的怎么样 就只停留在这里 就是他很想的 他不是叫我们不布施 是布施的心境 是布施的态度 布施的态度 是怎样的一个方法 一个心境 好 那我们看到第三品 我们看到第三品 我们看到191号 我们看到这个 预备法师 他怎么跟他们谈 好 我们看到这个疑问品 这个疑问品 第三品疑问品 当然在从众生的角度叫做疑问 那从回答问题者在哪 就解决疑问的人 所以有人说为决疑品 有一些版本叫做决疑品 所以就请问者 请问自己心中所问的问题 我们叫做疑问品 就解答者的角度来谈 为众生解说他的疑问疑惑 我们称为决疑品 就解决他的疑问 所以这个不管是疑问品 是决疑品 这样的 角度的不同 所以与世俗说 对任何事物有疑问 必然要向人家请问 所以修行不怕有疑问 就怕你不敢问 因为是 你才会有点吗 当然 种种的一切 所以这里 有问题 必然要向人家请问 以求得了解 以求得了解 所以以佛法说 不论听经文法 或是自愿律典 不明发生的疑问 所谓疑是疑惑 就是对一个问题 不能够肯定了解 就会产生的疑惑 如说种种的善因 必有善果 造恶因 必有恶果 这是因果定律 但是有一位正性的佛弟子 固然深信不疑 但是 是对因果不能够如实迅速 听说因果就会起了疑惑 有疑 必然要请问 要解决心中的疑问 所以 有疑当问 有疑当问 所以如解释清楚了疑惑 就什么 心中的疑惑 解释清楚了就消失了 就不会再有疑问了 不会再有疑问 不会再有疑问 除了彻底否定因果者 如佛在世间说法 就常有人会有疑问 经过佛陀的解说 自己就什么 断以深信 而且呢 疑信到底 再也不会什么 怀疑 再也不会怀疑 再也不会怀疑 所以 我们要对佛所说的正信 就是不会再怀疑 这个正信心的培养 是真实不虚的 对世尊所说的法 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有疑当网问 所以现在呢 在大判世说法的六组 这个听众听得固然无疑 但是呢佛教中有些论题呢 因为不甚了解 自然不免会起来疑问 所以过去无从勤论 所以疑问呢 总是存在的 那现在呢 问碰到的六组大师 六组说法如否 借此机会呢 向六组请问 以求破语以深信 六组呢 为了满听众所愿 因为特地呢 尚未解说 实至疑惑你们 兵雄 所以当时大家还是对 梁武帝的论题还是怎么样 还是蛮在乎的 包括到现在 经过那么多年 还是有人会来来 有没有人觉得很疑惑 梁武帝用所有的力量去布施 既然还被大王王祖师给怎么样 给呵斥 那从这一点 我可以先做几个分析 达末祖师来到东土 来到我们中国 他的任务是怎么样 要传法 要找一个人来传法 他不是在广结善言 那一样的 假如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的注册和尚 他内心里面 是要把每一位都雕塑成一个大法器 法门荣相 他的要求标准绝对是不同的 你今天是博士班的 你今天各位在座的是博士班的 我们当然是以博士生的水准来要求 就不是以这个高中生的水准来要求 要求一步一样 不一样 硕士论伦的审核跟博士论伦的审核一步一样 大大不同 对不对 要拿到博士学位有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六祖大 达摩祖师 他来到东土 他只度一个人 可以随便吗 有 那就给他 那就完了 佛法就在他 就在两种地的身上 可能是什么 大家就误以为 博士就是宫殿 博士就是开门 那就完蛋了 各位了解到这个道场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要解到 我们不是否认了梁武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 不能这种观念 只是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是为传法者 是要令圣法而久住在世间 真理就只有一个 真理既然只有一个 就不能随便 就不能随便 所以 你看唐朝的主事 你看 他才不关 他才 他才不会跟信徒在那边 哎哟 来来来来 这这 你心情不同 今年祖企为是很欢迎做的 一早就有这个公案 有一位信徒听到师父说他要盖庙 要弘法立生 要盖庙堂 他让师父非常的发誓 他就心生欢喜 就想说我要去布施 然后他就变 这个变卖了一些财产 然后换取了黄金 一百两个黄金 然后拿去呢 布施给师父 我师父 这一百两个黄金呢 当供养名 让你给他变造讲堂 师父就拿着 就离开了 他就跟在师父阿比阿比 师父就看到他 还有事吗 这么多的 我看了 是 对 有的 但是 到了 那 就 那 怎么 要把他洗一洗脫掉而已 想一想 那么有事就说 他没在买到的了 是救心上而已 有些人就常常会质疑 这些是谁在渡谁就不知道了 是信读读书 还是书读读信读 有时候这个 那个歌气不同 心量不同 层次对我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六祖大师他要解决的是 他首先要让我们清楚你为了什么而来 与今天不是盖讲堂 盖社廟 供应上导 不所求 不能再求一个谢谢 师父我给你讲的不你也一句要洗一洗 你都要不然跟我们打一个情绒 你都要不然跟我们爱上自己的 我才不在乱 但一个大修行者而已 他会揽着这个吗 不 但是就现在而言 你说 真的是 不知道要为师父觉得 那个佛法难求呢 还是要为那位觉得莫法实在众生难度 真的无畏达成 我相信很多法师他都很清楚要怎么做 可是面临着种种的境界考验的时候 如何的操练 其实反观一下 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放下来 你还觉得我还有很多瓜 那你刚才就平安靠在一起 那一个无形的绳子把你勾着 也不能怪幸福勾着我们 也不能怪我们被勾住 是自己懒着的自己就被勾掉 不懒着他们谁也勾 勾不了你的 那在这里刚才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 达摩祖师是很清楚的 他不管到哪里去 就为定正法九处的责任而做 而不是在看谁的场子大 看谁的面子大 这就是达摩 你心中是不是达摩 你心中的达摩 你心中的法在哪里 达摩印度话他不是一个祖师而已 就从我们的法里面 达摩就是法 法到哪里 真理永远就是一个 真理就是这样 不容妥协的 真理不会妥协的 真理不会因为人就转弯 碰到梁永帝一样 碰到梁永帝 当时的国王当时的皇帝 不会因为我是皇帝 我问你我这样有没有功德 你不能委屈求选说有 没有就是没有 清清楚楚 他已经把生死制度为外了 他哪里会害怕皇帝把他砍头 不怕啊 我一想要挂天 我担心就信徒 担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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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现在有些人就会怎么挂 我那有这样的挂 他当然路就挂不出 别人就挂了 你改革 你改革 重要的困难 那信徒要 碰到好的算是 恐怕也很难 碰得到 不能只怪法 很多的一切的因缘的造作 所以在这里我反而更体会的到 更认知的 这个法谋表示为法而来的那个明确 这条路我就是这样走 很感动的 真的很感动 他会不会就碰到皇帝就转换 没有转换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参加的 一些大型的法会 总统一切的 我觉得有时候 通常自己要议念清楚 我要在哪里 我要互不相反来 他不会碰到什么人 什么事就转换 那这看你心中所追求的是什么 你的政见出世间法 你若是邪见 就是世间法 你是出世间法 还是世间法 由自己决定 以前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世间上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不管以后做什么事情 一好一外后操纵在你自己 几乎几次 一好一外后操纵在自己 修行也一样 你今天是要让自己 真的是要解脱的 还只是回去 当然 现在都有菩萨道的方便法 但是你很清楚 你是为度众生 但是为度众生之前 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法在哪里 佛祖在哪里 达谋祖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达谋祖师 怎么来应对这个梁母帝 尤其在 尤其在 在这个 这个专制时代 还有这样的 大修行者 不容易 我们现在反而没主持 在看不到这种大修行者 不容易 不是说没有 不容易 可能我们的 我自己的福报不足 看不到 我相信是有的 我相信是有的 好 你看到了192页 有一天 一日就有一天 尤其十年 未施设大会 这个很清楚 离起这个 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现在的共佛哉生 这个不是请法师 吃饭 说阿枪一讲 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方便 这其实就是什么 社灾 但是不是请一个人 是想请大众事 请了很多的法师 所以他有一定的离情 所以我们现在供样法师 是发自于真诚心的 但是发自于真诚心 是供样的社灾共样 社灾共样 那我们要很清楚 法师自己要很清楚 你接受了信众 给你的社灾共样 你就必须为众生说法 不能逃避 你不能吃饭 拍拍屁 好 谢谢 走 不行 要为众生说法 因为众生有余当网问 我们必须为众生解答我们 这是法师的责 不能逃避 何为法师 以法师人 以法师人 就是法师 你不能说 我给你签一下 那是你的福报 那是你有福报 要签完 可以这样 控割模范 真的 为我们反而要怎么样 有了信众 给我们的供样 我们接受之后 我们要跟他讲一些 散法 修行的方法 一样的 这个韦赤使呢 他为六祖大师 设大会在 大会在就是很多人 大众 大众 不是只有请救主大师一个人 就是大会在 再一起呢 就是供样完毕了 供活摘生完毕了 所以为赤使人 就请施慎众 要说法 慎众 慎众 同僚 同官僚 世宿 苏隆 在拜登堂 这个服装医隆 都先整理一下 我们要礼佛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整理一下 我们的 这个服装医隆 整理法 丙礼 礼拜了 就问约了 说弟子 温和尚说法 实不可思议 之前就是听这个六祖大师 讲玻璃饼里面的佛法 太好了 了不起 有没有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他也从没有听过 那现在呢 今有少于 现在有一点点的疑问 所以我们也常会碰到 我们说法之后 信徒会联想到 某些问题 也会问我们 我们也会问他怎么样 把我们所知道的 为他解答 他说 今有少于 愿大慈悲 希望师父 能够大慈大悲 特畏解说 特畏地为我们解说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这个委事实是为大众 而请问的问题 也是为未来的众生 请问的 在《光荣康寿经》里面 也是韦提希夫的 不只是为自己 请求的问题 是为未来一切众生 请求师尊说 净土法 那这里也是 所以他虽然没有特别的强调 以刚引入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为止 有一些疑问 不了解要问 所以希望 六祖大师呢 大慈大悲 特畏解说 那师父就说了 悠悠 有什么问题 你问吧 你问吧 不当未说 我当未那样 为你解说 为你这众生来解说 那委公就说了 和尚所说 可不是达摩 大师宗旨吗 说六祖大师 你所说的方法 是不是从达摩祖师 一脉相传而来的 是不是和六祖大师 要的宗旨 他说是的 我问吧 他先问 是不是 你们出家 像我 有时候有人会问 是不是你们这个北传的 大臣佛法和战传的 是不是都大臣佛法 你们大师就说 是的 可是为什么 你吃茶 爱你那吃茶 我们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为他们解说 在中国国家里面 我们这个物产丰富 我们的很多的资源 我们适合 是西藏 然后我钱财后家 很苦 所以因而不同 那不能说对与错的问题 就是随方平 随方平 那这里也是 这个 维世使就问了和尚 那和尚就回答他了 是的 是的 我们的法是 从达摩祖师 一脉相传到现在 那这个维世使就有问题 他问 第一次问达摩粗话梁武帝 你说我们之前听这个达摩祖师 来到中国 本来是我们要度梁武帝 但是这个梁武帝就问了 就问了这个达摩祖师 就问了说 正是皇上吗 正是称之 正是古国 古教寡人 正一生造势渡僧 我一生怎么样 爱寺庙 渡僧是什么 就是奉佛哉生的渡僧 当初出家来 造势渡僧 布施赦 有何功德 就问了 佛和功德 达摩祖师就回答他 要听一句话 要听这个话 就对了 十五功德 各位 这个在皇帝面前 讲这一句话 恐怕会人头落地了 他有没有害怕 你就回答他 十五功德 当然 弟子这个是 谈这个吻诗词 他之前我不了解 梁文帝 布施 共福在身 为什么没有共的 这是他的问题 所以希望和尚 为我们来的来回答 我们也会问 像有些人 有碰到一些问题 主啊 我也好够 我也每天找 我也每天找 我也每天找十五 去佛事 我也要追到社会 我也有去保障 想让我们老婆 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是条件要买 不是因为你今天的共和胎生 不做一个Apple 你转给兵的都没问题 因为刚好 世间没有一家 会转给兵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兵 对谁都没死 如果这样不做 就会输 你世甘不穷 善老不穷 谁也通过 是如何让我们的心很安 当然这个时候 也是实 他就是这个一样 他的疑问是在 梁武帝 你共和哉生 布施心这么的大 为什么一点点的功德都没有 一点点的功德都没有 这当然我们会有 那达摩祖师呢 这个问题 六祖大师怎么去回答他 我们来看他 十五公德 六祖大师他就回答他 十五公德 好 六祖大师说 十五公德 乎以先圣 之前 开始不会讲到 你也没怀疑 把某中生说 不用怀疑 开悟者讲的话是实语 是真语 不狂语 不妄语 所以不用怀疑 当然有怀疑 有问题 这个六祖大师 要为他回答 他就说 梁武帝 之所以没有功德是 他就是什么 心血 何为血 不是 潘心龙道为血 是怎么样 思想与观念 错误的偏差 心就是他的意识 思想 偏差 不是心我怕的 心我坏的 是思想观念 偏差 我跟他做一样 像这个 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人 这个 出门的时候 他身上的一些宝物 丢掉了 戒指 什么丢了 在外面丢掉 我丢掉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回来 他在他家里面 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 一直找 他家里说 你刚刚才出门 怎么现在又回来 他说 我的东西掉了 掉在哪里 掉在外面 掉在屋外 掉在屋外 你怎么回来这里找 因为这里有电灯 外面没有电灯 我有电灯才可以找得到 对啊 我电灯找得到 可是方向弄错了 因为他遗失的地方 不是在屋内 是在屋外 你做完在屋内 电灯再怎么亮 你还是永远找不到 你所失去的东西 你只能在屋外找 方法是对 有灯光才可以找得到 但是方向弄错了 不思这件事情本身没错 是心中的思想观念错了 我们帮助一个人 刚刚读到 他有所成就 我们要怎么办 莫非为道万行 像古代的很多的军师 像他帮助辅佐的皇帝 辅佐皇帝 辅佐之后 不要眷恋他的功名 以眷恋的都怎么样 人头落底 有智慧者 辅佐好了就离开了 你只要以眷恋 最凄惨的就是韩信 辅佐刘邦 你看 辅佐游邦 这个登基 称为皇帝之后 还不断的自以为 今天的天下是我韩信打下来的 你功高震准 皇帝能容许你在那边 唱到唱唱啊 所以你不能让他唱到唱唱 那你怎么办 唱到唱到唱唱 唱到唱到唱 唱到唱 唱到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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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布施 若有所求也一样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 真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突破 其实这个问题 也一直以来 是我们不断来在思考 怎么去突破 我现在我记得 像我们汇聚 有这个周宣的老去世 那当初就一念的善行 你看五十年来 他为了要把佛法推动 就是在推动大专七年学会 就是在佛学社里面成立了 在大专学校里面 尤其在戒约时期 哪里容许你去成立佛学生 他就放下身段 本来一开始在台大 成立是磁光色 磁光就 宗教色彩太浓厚了 不容许 后来就改 改成晨曦色 把磁光改成早上的阳光 有什么差别 晨曦就是早上的阳光 只持功转换个名字 OK可以接受了 就开始很推动大专七年 你看到现在 周宣的老居士 跟他跟他们时代 培养很多的法师 现在都很约束 但是周老居士 有没有去说 你今天可以出家 如果我以前在台下来 办葡萄乡 领勇佛法 听闻佛法的机会 他有没有去邀功 这个就是不计较的 不死 我们做一件善事是对 但不能回过头来 要求人家 会给怎样的关关我们 这才是对的 很多的这位有成就者 就是这样 我们真不死 我们真不死 那 周祖大圣 他还没确认 就跟这位事实回答 梁武帝的过失是在于心血 有所求 所以我们帮助一切宗生 不要有所求 就不要有所求 可是他无所求 盖和共同 可是要容不容作得到 真的 自己面临的种种的考虑 自己才会很清楚 所以我们一有烦恼 那懂得去怎么解消我们的烦恼 不能在烦恼里面 在死胡同里面 在赚 在赚 真的就只有打开 所以在历史上 很多的 有智慧的人 在处理事情 他胡卓好了 他就离开 他不会去劝念 不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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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武帝人 不在修复 不在修复 有福报 他有福报 福者为有肉 功德为无肉 有肉 有肉者就有烦恼 有烦恼就还有生死沦合之下 无漏者为烦恼的罪恋 不再有烦恼 不再有烦恼 生口意就不再造恶业 生口意不再造恶业 则是你真解脱 所以梁母帝之所以会 没有功德是来自于 他是求福 是人间福报 人天的福报 有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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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会怎么样 终究一天还是会消失掉 还是会消失掉 我们要知道功德在法身当中 功德在法身 在还没有获得法身以前 还没有获得法身以前 我们的一切的功德都隐藏在哪里 我们的法身 就是在我们的自信 你的自信 你能够明星见星的 你那个功德法身自然显现 而且在学院 因为前几天也在超音讲座的时候 也跟他们分享这一段自己的经历 我在读佛学院 在读到大二的时候 曾经快读不下去 这个一股的热闹 业障的陷阱 莫名其妙的读不形的它 什么理由找不到 就觉得很苦很闷 就觉得抬不住了 就想要离开 但是没有没有去做那个动作 只是心里在想 为什么这么不快的 身路紧张也好 不管在做什么事 就觉得很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经典所读的 都一直卡住 为什么卡住 因为早上谈一切法 有自信 那下午跟你谈这个 一切为事所限 早上谈有 早上谈空 下午谈有 早上谈空 下午谈有 到底空还有 搞混了 自己装不出来 那时候就 有点有点烦恼 甚至参常打坐的时候 也很难突破 一直卡住 一股的热闹 几乎想半休学 那半休学的人不是说 你在休息是想到其他的环境 看可不可以找到好的方法 那也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也没有真的去半休息 是心里在那边很苦闷 那后来就在经教里面 看到道宣律主的一段话 他说你在修行的时候 面临了很多的障碍 无法解决的 有一个方法 他就说 为大众服劳 为大众服务 陪伏 为大众服务 所以我就为了这句 就孩子在思考 怎么为大众服务 后面男中又不用点坐 我们去找他祖宝 也不用心疼 两久很不眠 现在在我们佛学院 两久很不眠 都不用住 就除了出坡 出坡就是扫地 想一想 没有什么好服务的 后来呢 又干嘛 想到可以去扫厕所 所以你就去扫厕所 扫厕所 我们是在家的 清洁用品 爪爪的最强的 就拿个拆瓜葡 买一个小便宝 大小便宝 常常出去 反对我请 你请给家的心 那样 都在扫厕所 真的挖进去说 最爽 有几厕过吗 好像心有比较平静的 因为那个字 不是被强迫的 不是被要求 不是犯错 才是被处罚的 都不是 是真的 有一股的热闻 想把它清除掉 就这样去做 去扫了 去洗 一两个月以后 好像觉得比较开心 有一股 就觉得在法义上 好像觉得 豁然开悟的感觉 很开朗 那那个莫名的热闹 也怎么样 也消失了 因为你不会再去 关注到那个议题 转移了一个目标 会大作 你要知道 每个人 每天都要使用洗手间 每天都要使用进房 你让每个人来 都欢喜心 是很多那个功德 那个功德是什么 真正 那是从自信里面 感到什么 因为你不是被要求的 也不是去 我这么做事 希望得到别人 对我的肯定 也不是的 是把它扫盖进去 就为了一件事情 把它助理 做好而已 但是无形中怎么样 我们的烦恼也消失了 我们对于深入境上 也可以 静得下来 可以看书 打坐的时候 也比较平静 不这样 所以有所求 和无所求 就来自你 是不是欢喜心愁 今天我们被处罚 被处罚去洗厕所 你再按我睡就不会欢喜了 对吗 你今天报处是变变的 不好意思 人家要接我 急减我出了 怎样是不会欢喜了 出了我才在说 咱也要出了这么多 辛苦了 欢喜不识不一样 何以欢喜不识 成就一场功德 何以成就一场功德 让自信显现出来 原来那个就是无量的因缘成就 所以我们可以去体验得到 所以今天你的布施是不是欢喜或者被强迫 当然初学者有时候是一种方便法被引进 但是我们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 你真的为大众欢喜不识 你就不会发牢骚 你就不会去万行 你让众生欢喜 你的功德就成就了 在哪里成就 自信成就 何以自信成就 因为我没有乖 我没有拦着 当然功德法身就存在 你一拦着 我做到要害 我听到要害 不然做财 这个做到辛苦 我听说白人也不会自己讨论 为什么 这白里花光 为什么被花光造口业 口业就抵消了 甚至还有罪过 搞不好还有罪过 对不对 所以那个欢喜信受 不同意 那聊一个问题 刚好我们六祖大师跟我们回答 就是这样 心中有错吗 我这么做就是你要肯定我吗 今天我们的修行不是要受 不是要获得别人对我们的肯定 是你自己要肯定自己 我今天的不失 我今天固执三宝的一切的一切 都来自于欢喜 而欢喜是无所权 不求于回报的 就像妈妈疼疼 在苦 也会感到 对啊 为培养他成长 继续投资 是这样 我们扶持三宝 政见的确议也是要这样 不要有所权 那这里刚好梁武 他是举梁武帝 他告诉我 梁武帝用全天下的力量 去布施 纵然用了全天下的力量去布施 只要一有揽着 心中一切 一切 也可以没有功德 何况这是我们小老百姓 一丝丝的力量 就更加高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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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 那是没功德了 我一定知道你懂意思吗 这就是六祖大师一征健选的地方 梁武帝用全国家的力量去护持 来去布施 只要心中意有喜爱的 一样没有办法成就 因为是有弱的 有弱有一天还是会花花 他顶多是有福报 顶多是有福报 当然这是在谈梁武帝的这件事情 那梁武帝后来也是有被度化 本身没有 然后还有碰到滞空残屍 人家至少碰到滞空残屍 人家至少碰到滞空残屍 那我们要度就度不得了 佛秋是我们现在看上面的 这大大在印度人 那是我们关上出来的 真的大模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刚刚的梁武帝 我们现在看的梁武帝 佛像钓鱼都大大大 拍摄影 梁武帝真的那么厉害 他在表现说度大明朗 这我们要有包容 不是真的吃到脆 噢噢噢噢噢 你又吃到辣胳的 纯米的夫人 你怎么拍摄影 你不知道在脚落下来没疼 有胳膊的胳膊 胳膊全无边 我讲的是 虽然是笑话 但是是在提醒 他是一种表法 表法是在象征性告诉我们 要像他这样 心胸宽广 而不是你 就叫你吃得这么大 虎这么浓烈 而美上的热三大佛 就是没有佛 他不是想要 挟向北国道或挟魅佛 你像观世音菩萨唐朝的 观世音菩萨一刀 两百水手 叫做南煮行 台中乎 是丈夫相 那为什么在明朝之后的 观世音菩萨 现的是所谓的女相 慈母心 因你不同的众生 于不同的现象 而为众生说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 不是只有南相女相 而是什么 大张乌相 因你何生得出极限何生 而说法是观世音菩萨 闻生主 我们一样的 从这个六土盘经里面来 更可以清楚到 你要认为梁武帝 还是要认为达摩 就这样 你要学梁武帝 纵然不识再度 也是一个人间 人间的不报 那你要学的像达摩祖是这样 为正法九助做心中无法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世间一切法 一切法皆无常 无常不苦苦尽无能 无无人 离凡净 这样我听了 这样听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智慧都很好 必要是可了解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没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把这个 达摩祖师 怎么样来应对梁武帝 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要学习的 那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我们回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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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 me good います 巴 separation 佛人以众生 皆共臣佛道